他赚钱的法宝很另类 总能让人惊声尖叫 为什么 你现在好恐怖啊 你手在抖了 背上背上 小小虫子到底怎样为他带来财富 欢迎收看吃不惊 观众朋友您知道这种植物是什么吗 我们的记者在西双版纳采访的时候 发现这里面藏着令人惊奇的美味 而当地有个叫做王海云的人 正是靠着他成就了自己的财富 这到底是什么 他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记者拿着这样东西 在西双版纳的街头随机访问 很多人都被瞒住了 这个是昆虫吃的一种叶子吧 然后拿这种 小时候拿 就是把里面那才拿到 然后吹完 认不认识 中处吃吗 他们用来做那种装饰用的 擦在后院呀 做装饰品用的 对 装饰品 喇叭 答案五花八门 但都不对 都吃了吗 终于有人问到点子上了 没人吃这个 没人吃 那是谁骗你们吃的吗 你们都吃了 这细竹竿一样的东西 吃哪呢 想知道答案 必须拨去他的层层外壳 他觉得是层层 你看 最里面是什么 会不会有这根虫在里面 感觉好恐怖啊 恐怖吗 哈哈 哇 啊 好了 啊 啊 真的 你看 还真是一样 哇 真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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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你手在抖 嗯 他有点怕 好恐怖啊 这个可以胖吗 不要吃 喂呀 看到了 看到了吗 这是穷 这要吃吗 你确定可以吃了啊 因为我是没见过这东西的 你可以把我电拍下来吗 可以 把我到底要我吃好了 他 他这个 外面这一圈的味道 融入到这里面去了 是吧 就是说他不是很 不是很辛勤的味道 有点清香的清香的味道 对对对对 我也没见过 哇 也好恐怖 哎呀 哎呀 我可惜妈妈 挺好吃 火味有点像玉米 挺香的 蛋白质挺浓厚的 嗯 不错 好吃吗 还有吗 哈哈哈哈 再送你一个 好吧 谢谢 谢谢 来 你也尝一尝吧 面对这种奇特的虫子 当时就有人从中发现了商机 哎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这种吃虫子 店 就怎么样 其实在当地早已有人专门用这些奇特的虫子做菜 虫子宴成为这家餐馆的亮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 我们特意搜了找到这家 本来我们不住这块的 特意过来的 像这些虫子啊 可能不是每个餐厅都有的 然后做这些市面上比较少的珍稀的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好 王尔云餐厅在虫子方面是比较特殊的 它的品种也比较丰富一些 比较多一些 对 它常年都会收集一些虫子 对外边的旅游的客人啊 这些提供虫子宴之类的 他就是用虫子做招牌的人王海云 他专门搜集连当地都少有人知道的虫子 而这些虫子给大家带来新奇体验的同时 也给王海云带来了财富 那么这些稀奇的虫子是哪来的 王海云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采访时王海云就带记者体验了一把 王海云带记者来到一个叫波上勇的带族朋友家 刚一说起找虫子 波上勇就拿起砍刀 走到自家的后院 照着树枝就砍 树枝被砍断 上面居然有一个篮球大小的蚂蚁窝 大家都凑上去围观 没想到却惹来一身麻烦 这是一种叫做黄金蚁的蚂蚁 因为还有大量蚁酸 当地的歹族人叫它酸蚂蚁 酸蚂蚁在树上坐窝 不识小昆虫 也经常会爬到人家里 咬人 咬东西 那么小的蚂蚁 它那么大的一片叶子 全都卷起来 卷起来 这是工艺 工艺把所有的叶子都给它包起来 不行 你裤子上 就躲着点 就躲着点 脚上全部都卷上 鞋子里面都去了 过来练巴上 你牺牲的精神啊 蚂蚁虽小 但数量多了 咬起人来也受不了 可就是这么恼人的小蚂蚁 大家跳着脚忍着痛 也要拿到它 喂的是什么呢 十几分钟后 咬人的酸蚂蚁 已经成了盘中美味 富含乙酸的酸蚂蚁 有着一种天然的酸味 正合了歹族人的胃口 世世代代的歹族人 都善用酸蚂蚁做菜 泡酒 甚至生吃 曾经只出现在 歹族和基诺族家庭餐桌上的 酸蚂蚁美味 如今却成为了 王海云的赚钱法宝 长在植物内心的虫子 在树上做窝的蚂蚁 还有更多稀奇的虫子 王海云 是怎么用它们赚钱的呢 王海云出生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市 初中毕业后 他考到昆明旅游学校 学习酒店管理 在昆明的一家酒店工作了六年 积攒了经验 也赚了五十多万元钱 1998年 王海云决定回到西双版纳 自己开一家餐馆 王海云拿出四十万积蓄 投入装修 一心期待着火爆的生意 然而 因为一个被忽略的小细节 却让他的生意陷入了窘境 因为选址不当 停车不便 客流少 王海云的餐馆生意惨淡 连给工人发工资 都要靠以前的积蓄吃老本 刚创业就遭遇挫折 王海云非常郁闷 什么都不想要 什么都不想去管 然后也不想去想 把现在所有的东西 当时做的全部抛开 然后去外面走一走 为了散心 王海云决定去自己学习 和工作过的地方游玩一圈 一路的风景和各地老朋友的热情 冲淡了他的烦恋 而更让王海云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段旅途中 他居然还有了一段艳遇 2000年2月2号 王海云来到了云南大陆 晚上他到酒吧散心 刚一进酒吧 就被一个姑娘吸引住了 可以说一见他就喜欢了 一见如情 对 借着酒膽 王海云向姑娘要了电话 并邀请他第二天一起游玩 原本计划只待一两天的王海云 四天之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姑娘 结束了这段散心的旅程 回到西双版纳 王海云的心里 还是放不下那位姑娘 两人开始通电话 王海云对那位姑娘的好感 越来越强烈 但当时 他正处于事业的低谷 对于两人的关系 他迟迟不敢有进一步的表示 两个月后 王海云突然接到了姑娘的一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注定将改变他的一生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到了你可以接我 我说你到哪里 我说我到汽车站 我说哪里汽车站 因为我当时在想 我说再怎么想 也不可能是在景红这里 看到我的时候 他没说什么 我看他抱了一件衣服 他说冷不冷 我觉得我说来到这边挺热的 不冷吗 可能就是说在电话一面 可能就是说讲 讲半个小时也好 讲一个小时 他什么话都可以 但是面对面见了 就好像什么都不会说 正直歹立新年 在泼水节上 杨燕感受了西双版纳的热情 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地方 他辞去了在昆明的工作 不顾一切地留了下来 帮助王海云一起创业 他们重新选址 在城区开了一家新餐馆 买菜 做杂活 招呼客人 杨燕 样样都干 美好的爱情给王海云带来了无穷的动力 两个人努力打拼 餐馆重新兴旺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 到2012年 随着西双版纳旅游业的火爆 餐饮业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王海云一直想找到 能让自己餐厅脱颖而出的亮点 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所谓的特色不是说 什么我用什么名贵的东西来做 我觉得这不是特色 我说的特色就是说 融合我们当地的这些特色 是吧 晨曦里的西双版纳 梦一样的地方 神奇的热带雨林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美妙的食材 西双版纳的早饰 也因此格外明艳动人 2012年1月的一天 王海云照常来到市场采购 突然他停在一个摊位前 被一捆捆小杆子吸引住了 就是这种看似普通的小杆子 成为了王海云店里的第一个招牌 这种杆子 王海云以前从没见过 一问才知道 每根杆子的内心都藏着一条虫子 当地人叫扫把虫 用虫子做菜 是云南餐饮的特色之一 吃虫子也并不稀奇 最多的虫子在版纳 一个是竹虫 还有一个是蜂蕴 像竹虫的话 最起码都是有几十吨以上吧 在西双版纳地区 老百姓来说普遍都喜欢吃这个种子 但在当时的西双版纳 还没有餐馆卖扫把虫 常见的竹虫 蚂蚱蚱蚱蚱等等 都是炸好之后 直接装盘上桌 王海云把藏有扫把虫的杆子一起蒸熟 这样大家吃虫子前 就多了一道拨虫子的乐趣 印象更加深刻 有点惊喜 我不知道那个虫是从这里面包出来的 好神奇 大家对虫子的天然好奇心 就是最大的吸引力 吸引力就能带来财富 而且王海云还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扫把杆里都有虫 这让扫把虫更加稀奇 这就是做扫把的植物 芒草 可这遍地的芒草并不都会长虫 哪一棵有 哪一棵没有 连王海云也分辨不出来 为找扫把虫 他专门请来了高手 乐娘是哈尼族 从12岁就上山找野菜和虫子 最拿手的就是找扫把虫 从2012年起 两人达成独家供货的协议 乐娘找的扫把虫 只卖给王海云 这一个就是肥了 怎么能看出来哪个有啊 这个有呢 好 拿出来 拿出来 这里面肯定有嘛 肯定有 像这个就没的了嘛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 这个更大 这个更大 我们拔出来验证一下 这个更大 这个最大 不但能看出有没有虫子 就连里面虫子的大小 乐娘也能看出来 我们两个的谁大 这个更大 我的更大 拨开看一下 就这样拨是吧 像拨笋呀 这条比亮亮的刚才那个小 这个是最小是吗 这个是最小 然后它最后会变成什么 最后会变成一个蝴蝶 蝴蝶变成鹅 鹅 啊那么小 表面看起了一样的扫巴杆 乐娘怎么能够判断出 里面有没有虫子 还能说出虫子的大小呢 这个是没有虫 这个是健康的 还是挺明显的 你看这个一看就很健康了 这个就是被虫住了 被虫住了的扫巴杆中间 会有这样一根细长的芯 芯子越长 里面的虫子就越小 繁殖子越大 而没有扫巴虫的杆子 就像这样 叶子细长 而且完整 可以试吃吗 我家大人可以试吃 这是什么味道 甜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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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吃 你吃掉吃掉吃掉 我吃个大的 不怕不怕 一条都放进去 这可以撑得吵 可以吃可以吃不怕 甜的味道 好吃吗 我整个一条咽下去了 没感觉 就很像吃了半条皮筋 这次只管有关皮肤 所以说吃的皮肤好 吃这个不用擦油了是吗 我说不用抹油 没有 我从来没有 从来没抹过油 从来 有了乐娘的独家货园 这道扫巴虫 也成了王海云餐厅的特色菜 给他带来了众多的回头客 到那个季节 要吃虫的时候 他就说 那个虫 原来我们吃的 那个什么扫巴虫有没有 他们就会 一堆一堆的过来 有的甚至就是 往昆明啊 什么上面 坐飞机下来 就找卖味来吃虫 讲这样一份扫巴虫 卖五十元 因为吃起来很有趣 通常会吃了一份 再来一份 而且有了扫巴虫的带动 饭店一个月的营业额 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多 王海云决定 把这样的虫子菜 作为餐厅的主打特色 从那时起 他就对虫子格外留心 2013年1月 王海云在蒙海县打洛镇 吃到了另外的一种虫子 让他十分难忘 那个味道忘不了 很好吃吗 很好吃 你从来没吃过 在没有去打洛镇之前 没吃过 只听说过没吃过 王海云吃到的 就是这种水蜈蚣 水蜈蚣生活在水里 村民打鱼时会碰巧唠叨 并没有人专门捕捉 回到西双版纳后 王海云一直惦记着 水蜈蚣的味道 但却没有找到货源 直到2013年年底的一天 王海云终于有了新发现 当初卖水蜈蚣给王海云的张月鑫 给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看他就好像是看到什么 很好的东西 也许在别人眼里 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但他已经很清楚了 哎呀 太高兴了 这兴奋啊 因为找了多久都没碰到 山上的那些民族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家有一点 我家有一点 就是大家斗起来 如果说哪一个人下山的话 到市场上的话 就全部斗给他 然后再一起卖 王海云以300多元钱 一公斤的价格 收下了所有的水蜈蚣 一推出 不但时刻喜欢 就连同行也很关注 水蜈蚣稀缺又非常受欢迎 这更坚定了王海云 把他作为餐厅特色的信念 每年的11月到4年2月 正是逮水蜈蚣的季节 错过季节就要再等一年 但今年的货源却齐缺 这让王海云很烦心 为了守住这道招牌菜 王海云决定亲自去找 他来到一条水质很好的江边 还请来了附近的村民做帮手 沿江而上搜寻了一个多小时 到底有没有王海云 想要的水蜈蚣呢 找一个 太小了 这么小 太小了 小的 它大能长到多大 大也可以这么长 手指头那么大 手指这么粗 整条河都翻了都没有 没有 这个水蜈蚣如果说有的话就 它就在餐厅一个亮点嘛 因为现在好多家 都想有那个水蜈蚣 但是都没有 一个下午只找到这些小杂鱼 王海云有些失望 也很不甘心 第二天一早 王海云又出发了 他找来了自己的歹族朋友 西双版纳有句俗语 泡沫跟着波浪飘 歹家跟着流水走 生活在水里的水蜈蚣 也是歹族一直喜好的美食 出发了 王海云的歹族朋友 带他来到这片石滩 今天的运气怎么样 大家开始分头寻找 十几分钟后 让人惊喜的一幕出现了 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水蜈蚣 外形很像蜈蚣 但并没有毒 水蜈蚣是一种叫做 鱼鳞的昆虫的幼虫 一旦成熟鱼化 也就不能吃了 所以季节性很强 水蜈蚣一公斤 售价三百多元 而在歹族朋友的指点下 王海云一个上午收获颇丰 自己就逮到了将近两斤 纠结了几天的心 也终于放下了 带来的水蜈蚣 要经过处理之后 才能加工烹饪 还有一个沙线在一面 就是这个 吃的时候就要这样处理一下 对 就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就很干净了里面 对 要拿墙子出来 这些稀奇的昆虫美食 占王海云餐厅菜品的三分之一 让它的客流量增加了一倍还多 现在王海云的餐厅 已经有了竹虫 扫把虫 摇头虫 水蜈蚣等十几道虫子美食 它的餐厅也成为西双版纳虫子餐饮的代表 王海云说 他还会继续找寻 把西双版纳的美食推广出来 也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的美味体验 吃昆虫本来就是云南餐饮的特色之一 而王海云正是抓住了这种特色 并且不断地寻找其中的新亮点 带给食客们新鲜刺激的美食体验 把特色做到了极致的同时 也成就了他的事业 好的朋友们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 广告之后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问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是大山的孩子 一年也就大年初一能吃顿白米饭 为了改变家族命运 他走出大山 2010年带领兄弟姐妹挣到了一千万 正当大伙想用一千万买店面 憧憬幸福生活的时候 阮兆慧却却把一千万偷偷取走了 家里人觉得阮兆慧在做梦 但是阮兆慧却用实际行动把梦做成